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仙境傳說 新世代的誕生 我是丹菲 我們今天要來解一下任務 因為我發現 左邊這邊的任務好多支線都還沒有解 然後有一些是 好像是福利裡面的 支線任務 就是這個 七天的 今天已經到第七天了 所以好像要去把他解一下 那我們就先從比較近的這個地方才是解 然後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頭飾換了 就是有抽到一個頭飾 摩爾托斯 他是被奧丁神眷顧的男人 天賦一筆 令少女們一見清心 連他也忍不住 方信案許賊 曙光女神 惡惡 惡惡思憂 某天畫生成動人的少女 對特里斯坦訴說愛意 命運 命運啊 是否在捉弄 其名為傲慢 拒絕了 哇 給人家好人卡耶 先拳一談 我覺得這好像 支線沒什麼好講的耶 由女拳 女神之類 續集而成的泉水 喔 這是這個 彩虹的泉水 少女 呃女生的眼淚 是什麼味道 一個 好怪的習慣喔 要喝一下人家的眼淚 上膠 應該不用解太 應該不會解太久 如果對接下來的 大家 覺得好像 沒什麼興趣對不對 我們把它按掉好了 主線我們再來慢慢解 這個 沒什麼 這是只是拿東西而已 應該就還好 要去哪裡 所以他要去各個地方 南門 南門有兩個 我們先去南門好了 我本來是還想要再調教裝備 因為 好像 就是 傷害 不夠 所以我 之前有去打了一下 黃金蟲的困難 他好像 他好像 所以 好像 應該要去哪裡 那太多了 可以 我們來講 還要做 好 這是 他叫我上交易所買耶 天啊,這樣可以嗎?要幾個啊?十個 他要花我的錢耶,為什麼要花我的錢? 而且只能買五個,為什麼? 為什麼只能買五個?只有五個 然後咧? 再買 再買五個 最便宜的只有五個,所以只能買五個 部分商品購買失敗,只有兩個 誰幫我搶兩個 我只搶到兩個而已耶,這還要搶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還缺三個 是大家都在解任務嗎? 剛好要搶我,大家都拖到最後一天再來解就對了 上交 有人升級哦,恭喜 把小麥放進了口袋 幫助克勞斯搜尋賣穗一次 幫助克勞斯搜尋賣穗一次 大家是不是都把任務都解完了 我覺得任務好多,有點解不完 因為這解完,等下還有主線要解 比較近 山洞中的快活王 山洞中的快活王 好吵哦 請原諒我把他跳過 哇,沒完沒了耶 所以這支線就是有點乏味 不如我們主線再來講好了 莫名字 於是嗎? 沒了 還是嗎 會嗎? 對 要嗎? 很像是嗎 就回到這個小麥而來 皇臨 我們喜歡 是嗎? 如果你待在兩天 我們就看看 我們就前面 可能 能不能 好 先去冥藏森林好了 還會卡住 是不是這裡 搖滾蝗蟲 拍個照 我們現在沒到一個新的地方 反正都是他打怪嘛 就拍個照 搖滾蝗蟲在 新世代裡面只是小怪而已 因為我沒有玩過PC版的 PC端的 手愛 就近期的那個沒有玩過 那很久很久以前的有玩過 就是 當時外掛 很猖狂的那個版本 那後來就沒有玩 我覺得 弓箭手剛開始啦 要攻速沒有攻速 然後 然後 要技能 銀唱 減免又不夠 就是因為你 技能 等級不夠嘛 所以你的點數不夠多 所以 一開始就只能選一個方向走 那如果 一開始 你 都沒有辦法 一鍵秒一隻的話 你就勢必要用技能 就是先往技能的方向走 然後等到你GT夠強了以後 再轉去 就是 普攻 普攻流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適 只是到時候你裝備要全部 就是全部要再全部重買一次 因為流派不一樣 像你短攻跟長攻 大家有看到我的影片就知道 就是 那兩個根本就是兩個流派 勢必 沒有辦法繼承 所以我現在是在迷藏森林 那我們去 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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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山脈 我覺得剛開始玩RO的人 一定分不清藍門啊 西門啊 然後妙勒尼 廟 廟 諾尼·山脈 跟 孟羅克的方向到底在哪裡 喔這邊有蜘蛛哦 開的罩 妙樂有霓山脈 會死人欸 是怕被他打死啊 我們先 躲一下這邊躲一下 蜘蛛打得好痛 蜘蛛打得好痛 西門南門 我們去西門 蜘蛛有什麼 七王的退陣 哦 退零了 等一下再一次零 好 先拍照 我覺得他這燈水系統做不好欸 常常蠟對 不知道為什麼 是因為不同線嗎 換一下一樣線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有嗎 有來嗎 也沒有來啊 是跟隨系統做的有點 蜘蛛 妙樂泥山脈 現在念比較順 妙樂泥山脈 真的有念有差欸 妙樂泥山脈 幫你們念念看 你們念念看 妙樂泥山脈 這麼看都還好 你要念出來就 怎麼覺得嘴巴會 包在一起 色域的故事 這可以看一下 他剛才喝了人家的泉水 然後現在又 拿了一顆種子 聞了聞 他的皮好 真的很讓人 難以相信 對西門夢羅特 這有點 怎麼覺得越解 越解越多啊 怎麼沒有 解不完啊 我的補師被蜘蛛打死了 蜘蛛太兇了 蜘蛛42等 這邊都主動過來 快點 我好想要換裝備喔 我想要把裝備 全部換成極速的 打起來 痛快一點 但是很快就要40等到時候 裝備要換 所以忍一下忍一下 先把 而且先把錢存多一點 到時候換才可以 應該可以一次換掉 希望可以 這要回普隆德拉 不是要有一個西門的嗎 有一個西門的 沒有了 集分塔 集分塔應該也是往這方向 艾爾貝塔 艾爾貝塔在哪 這個花是水 會有很多 是 我們有一個 加熱的 但是 這一點 是 是 很多 雲 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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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沒有了 他 光跑那幾個爛任務就花了我要一個小時 百分之九十的 的時間 都花在跑地圖 好現在 我就把他全部都剪掉 就直接我們 最後來開 直接來領取這七個 七王的潰陣 這每天跑可能還好 我一次把他跑完這七個任務真的是快瘋掉了 希望沒有 希望大家都已經跑完了 不要像我一樣 然後現在把這些上面這些全部都領一領 因為他有開了去很多新的地圖 所以應該有一些 獎勵可以領 還有王國通行證 這裡 獎勵 這什麼 擺攤雷達 集分魔法學院精心研究的成果 可以搜尋露天商店販賣 收購中的物品機 對應價格 並可找到對應的露天商店位置 哦 現在是未綁定的 不知道是 等一下拿到身上 會不會綁定 這可以買 是買得到 那這什麼 澳丁的璀璨聖賈 打開獲得100個澳丁祝福 一件領取 好 然後咧 哦還有這個 之前的任務 因為開學季的最後一天我剛好有去領 趕快把他的那個都做完 然後有領到 可以領到一套實裝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裝備他吧 學員技制服 走不見了 穿起來長什麼樣 裝備 哇 金光閃閃啊 還不錯 還不錯 他有技能嗎 沒有 就外觀而已 只有外觀 好我們先來開 基礎魚餌 這些都是可以當魚餌的 老妖精 胡鬚 你看拿到就變綁定的了 所以其實 也是有點麻煩 護膜 護膜 武器的 才一個 我擠得這麼辛苦 才給我一個 一個 你好意思給一個 我花了一個 花了一個小時 跑你這爛任務 給我一個 一個你看 你看 這很好意思耶 一個 你看 又一個 這樣不行啊 這種爛任務只給一個 被你打敗耶 然後又不能賣 是要氣死誰 好我們去 找一下衝突放好了 然後我有 就是也是 送的卡 開到這個 物防穿透60 土玻璃卡 物防穿透不知道好不好用 然後這個是物傷附加60 這個好像好一點對不對 物防穿透 物傷附加 之後有機會再來測好了 然後這個是 模仿這我就沒用 這應該就是 聽說之後 卡測會打開 所以先留著好了 就存入會有 就是 基本的 數值 可以 可以獎勵 然後我 我已經有差一個卡了 就是 為了那張卡 我去買了這張 秋色 楓葉護符 因為他是加極速的 然後 我把他強化到5 所以極速又加60 然後 是不是要去精煉啊 等一下去精煉好了 他可以加最終極速的趴數 然後我抽 還有抽到一個庫克雷卡片 他極速又加120 所以我現在的 極速的 算是比上次差蠻多的 現在極速到533 然後他可以減滅可變冷卻8.2秒 跟可變一場2秒 這樣應該 就是 在技能方面的話 我可以 點高來用的話 就不會 就不會 等這麼久才施放 然後傷害也會痛一點 然後 二連死我點到 我把他點滿好了 因為我覺得 二連死其實 集中傷害還蠻高的 就是打 打那個 黃金蟲 大概一下 可以將近到他的一條血 因為我現在又點了 所以我們 下 明天再來測看看 可以 打他多少傷害 對 然後我們現在去 精煉 去弄一下那個精煉的護符 好不好 先去找NPC 精煉 這裡 艾爾貝塔應該也有 可以精煉的一樣的東西 然後今天影片應該會比較短 大家就不用加速看了 因為剛才那個 跑圖的一個多小時跟 那些 那些很爛的對話 我就不打算剪進去了 我可以敲一下 這應該不會失敗吧 這要多少錢啊 這叫什麼 魔力之石 敲一下 是加多少 加1 加2% 我去我的倉圖看一下 順便收一些東西 放一下 放一下東西 看我倉圖還有沒有那個石頭 這個 這個 歡迎光臨冒險家 我們將永遠為您提供最有趣的服務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所以沒用的東西都 存進去 卡片應該也沒用 卡片 花花快滿了耶 很多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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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它的負重會比較輕一點 這石頭我要用 強化金屬 先收起來好 強化 這個咧 這一次強化金屬 為什麼綁定就是要分開來啊 這樣不是很 先把這個 以綁定的帶在身上 然後 這可以賣嗎 魔法防禦 魔法防禦 物理攻擊30分鐘 好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買一下 買一下道具 然後 裁礦相關 他沒有直接賣那個 看一下喔 有啊 這個是 魔力之石 哇 九千多耶 這一顆九千多 個石百千萬 那我只能買三顆耶 哇 這怎麼那麼貴啊 這是要怎麼敲出來的啊 這一顆 煤炭跟魔力之石礦石 煤礦 煤礦 歡迎光臨冒險家 我們將永遠為您提供最有指的補物 煤礦 好到時候再來掛機掛煤礦 然後自己 自己可以 不是掛煤礦 煤礦也要啦 但是還要打這個 魔力之石礦石 等級1 自己打自己敲 好 然後 今天就先到這裡好了 因為 等我把那個石頭敲出來 我們再來把它敬念 因為買的話真的太貴了 現在是 34級 現在去買一下那個 鐵敲 雜貨商人 這個好像中央那邊有人賣比較便宜 我們去中央買人家的好了 便宜 便宜一點是一點嘛對不對 能省則省 會在哪裡賣啊 應該在中間吧 中央噴泉這裡 在哪裏 還是要去一線 應該是要去一線 應該是要去一線 有嗎有嗎 有嗎有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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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 想說 沒有浪費我一個 浪費我一個翅膀是 好多藍色魔力礦石喔 這麼好賣光 黃藥水 黃藥水 你不要的 收你不要的 好吧 那是沒有 最近新上了一批貨 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啊 上了一批貨咧 明明都一樣的東西 買個十把 慢慢敲 然後把身上的東西 賣一賣 親一下不然等一下包包一下就滿了 啊這些都不能賣 這釣魚的 這都可以賣吧 天啊 這要佔 交易所的空間 這個咧 這個咧 水草要水草 黃金蟲的灰燼 不要讓那個上面空著 有的都賣 雖然賣不到什麼錢 青蛙也賣 好買了 剩下這些 收一些藥水去倉庫好了 收一些藥水去倉庫好了 而且這鐵敲不能堆疊 明明就是都是鎖住 為什麼不能堆疊 0.1 這也是0.1 這也是0.1 那什麼比較重 翅膀 也是0.1 這其實很重嗎 1 這個人1 1 都1 這什麼 好就給他 點一點 欸我們可以抽東西嗎 是什麼 好像不夠 整他 這是分解 得來的 瞄手 釣魚 我覺得他們應該再出一個那個 另外的包包 把這些都收進去 有點佔空間 這 這 還有一個可以放 這一個多種 1而已 這多種 0.1 0.1 0.1 這是什麼 0.1 1 放箭石 你看 差蠻多的 這拿出來 然後 再把弓箭 全部進去 好 這樣就差很多了 畢竟他一千多 數量 好 有什麼 有什麼裝備要分解嗎 沒有 材料 好 好 可以 可以啦 清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去 掛 掛 交易行 馬上賣掉了 什麼東西 不錯喔 終於賣出去了 終於賣出去了 又有一個位置 我們來賣 賣魚 欸魚為什麼 少一條啊 133 這數字比較好 有東西可以賣 魚松石 魚松石是 漲價的 漲價的不限必要 這個咧 這是漲價的嗎 欸 漲價欸 這個咧 漲價欸 這個咧 漲價欸 哇 好漲喔 都在漲價 我看我身上有沒有東西可以敲敲 好 順便剪一下重量 這個是 附魔 砥力之石附魔 好 去附魔看有沒有東西可以附魔 反正附魔可以繼承 附魔 強化 先看強化 就是如果 我是覺得如果大家有喜歡這個遊戲 然後但是你不一定有時間玩 或者是 你只能在有空的時間看一下別人玩也OK 就是我我們這邊可以玩念一看 就是說啊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 你就不用自己花心思去研究說啊有什麼東西 就是 就是 工作中間的空檔的時間 然後來看這些影片 看我們這些影片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OK啊 你就不用花時間 花力氣去下載啊去研究去去弄 你就看我們 看我們操作 那如果你覺得 有想怎樣的設定會比較好 你也可以 你就留言 那我有機會的話 我就會 就是 參考意見 然後 在我可以做到的範圍下 我們去把它 就是 實際操作出來 譬如說 你覺得附魔可以附成怎麼樣 或是 武器的繼承是怎麼弄 然後強化要怎麼強化 就是等於說 你們可以稍微給我意見 然後我就是可以可以照著去做這樣 這樣也不錯 就是 我們玩遊戲有一種互動 因為有時候玩遊戲 自己玩玩玩玩玩玩的會太投入 然後就忘記說其他地方 可能需要 好像也不錯 但是我們忽略掉 這樣子 附魔在哪 附魔鑑定是什麼 這裡 那我覺得轉蛋 我們 我那天轉了一些 就是沒有自己的東西 我們存多一點再來轉好了 啊 只有一個 就這可以 一個 交易 好我們去看一個多少錢 四千七耶 有點貴 好我們先不要 我們先去掛機 然後就休息了 今天就到 這邊為止 那我們生活這裡 然後點採礦 採礦二級 我們去二級礦 我想要這個嘛對不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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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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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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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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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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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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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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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